好 花蓮新会召开了尽速推动在花蓮溪出海口跟太平洋交汇处建制滴水户案专案的回应 那么邀请了经济部第九河川局 花蓮县政府的建设处 吉安乡公所等等相关单位讨论花蓮溪出海口一旦 因为设置滴水户案 导致台风来袭时发生海水倒灌问题 建设中央权责单位应该要早日征收当地私人土地或是检讨修正河川区域线 建制完整的河堤海堤来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专案会主持人黄鑫表示 针对花蓮溪出海口未设置滴水户案 导致台风来袭时发生海水倒灌的问题 目前河川区域线已经公告十几年了 私人土地却还未征收 造成民众无法兴建 买卖以及作物不能够重视太高 而且提法因沿着河川区域兴建 目前看到阿美文化村前面一段有设置抛块石 可是在大水来临的时候 花蓮溪与太平洋交汇出海口 台风来袭大水满潮的时候 河水高涨造成海水倒灌 水根本无法排出 造成阿美文化村一带沿水 我们花蓮县的一个海堤河岸的部分都很照顾 公共工程的部分都有 持续在做 但是围堵 围堵这个区块 花蓮溪的出海口的部分 阿美文化村前面这一段 不止没有海堤也没有滴水河岸 其实台风县在做的时候 我们花蓮溪的水如果涨潮的话 跟太平洋的水没有办法出去太平洋 然后水就会推到我们这边的村庄了 因为它没有海堤也没有离岸堤 所以它水很容易就冲击到我们整个村庄的淹水 所以这个区块很重要 到现在没有建制 我希望围堵能够尽快的一个 做一个实施规划的部 能够跟中央的争取钱来做 把这个出海口的地方应该建制得更好 因为这些密密麻麻住的我们很多的乡亲在这里 这是我们地方胜切的一个期盼 将来规划完成之后 海堤跟地岸河岸堤的部分 都可以从此来兴建完成 保护我们的万幸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因为这个移湾藏潮的淹水 区域排水我们花20线的部分 就是沿着我们花园海堤的部分 一直去到我们的阿美瓦村那个局段 包括连接我们的双坦加达车道 那因为它没有做区域排水 包括那个区域的部分 因为比较低洼 这个区域比较低洼 没有排水 不止没有排水 台风来还要倒灌 所以它承接了很多水不安全的因素 我们也希望县政府对于20线 香花线到20线的部分区域排水要尽快把它做好 先言误加签表示 阿美瓦村一旦每逢大雨就淹水 是老花园共同的气息 每当台风好雨来的时候就开始测村 虽然这几年已经改善了许多 但是不代表未来极端气候 不会追上限制中的防护脚步 特别是我们在针对花园西的一个 除海口附近的一个区域 他们可以看到这次的专业小组里面 非常多的议员也希望说 那个护体赶快持续的把它做完 那也能够防止一些淹水的情况发生 经过两个小时的专业回忆结论 花园西河川区域县 已经划设公告已经完成10年多 周遭世人土地因无法开发以致闲置 理想人民的权益相当的大 也请第九核专举 依法尽数编列预算完成征收 另外花园西河川区域县已经更高10年多 但海体之间未设置完成 为了减少沿岸土地流逝 与保护人民生命产安全 换了海体需要尽数兴建 另外海滨段最低洼的溢水区域 也请花园西政府尽数规划设置区域排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